这一次带大家来到林口的新陈屋 要把它从原始的状况改造成 室内总共45平 三房两厅两位 这一次要做的风格呢 是要跳脱遗忘的北欧风 增添多一点点的色彩 营造轻盈的感觉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改造吧 清陈屋的第一个工程呢 就是平顶工程还有空调工程 进场前呢 我们要先做空调工程的管线规划 那首先我们要先确认室内机 还有室外机的位置 再来去规划它同管的走线 那这个键案本身呢 已经有预留好走线的洞 但问题来了 在预算的考量之下 我们并没有全市做天花板 而是用包管的方式来做假梁 在这个情况之下 之前键商提供的平顶的规划就不适用 那设计时呢 就必须要重新再规划了 摆放室外机的后阳台通风比较不好 所以趴了之后的散热会出现问题 所以空调师傅呢 就建议我们使用架高 把室外机架高到窗户口 来让散热更良好 接下来我们要改造的就是地板的部分 其实原本提供的石英砖 其实非常的好看 然后也非常耐用 就是跟我们的风格不太搭 在预算不够铺满整间房间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取舍 铺设塑塑地板前呢 原始地面上我们都有铺上黑色底料 费用呢 每瓶大概是650-850之间 那就要依据你要铺设的打价去做计算 未来如果这个房子要收回自用更换风格的时候 也非常好才走 接着呢就是家具配置的部分啊 那这个地方真的很令人头痛 因为它的公共区域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的预算却是有限的 我们的目标呢 是想要打造一个高度弹性的公共区域 不管是家庭啊 或是朋友要合租 甚至要打造成工作室 都可以使用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原始格局 是把沙发还有电视都推到底 电视就要采购比较大的台 预算就会花的比较多 此外这边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单调的客厅 没有其他的用途 那设计师又会怎么设计呢 这间房源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一个超大超大的露台 如果不改造它 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向屋主提议 将一间房间的家具预算 挪给露台的家具做使用 那我们就保留一间空房 让未来的租客可以做弹性的利用 如果要在露台摆放家具的话 就要克服户外会日晒雨林 而导致家具毁损的问题 所以我们到IKEA 去寻找遮雨棚 还有户外家具 相对于其他的家具厂商 IKEA的户外家具系列非常多元 价钱也很合理 这样露台改造完 我们就完工啦 本次的改造风格 粉彩北欧风 它的重点就在于它的配色 主色是粉色加绿色 辅助的颜色就是灰色 白色还有木质调颜色 想要呈现活泼又不单调的北欧风给大家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大客厅的空间 沙发区有跳了一个粉色的单人椅 其实就是要呼应我们这次的跳色主题 除了粉色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绿色 绿色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视柜 它中间镂空的部分 有跳了一个绿色的柜体 跟我们后面的背墙做呼应 那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一定要介绍的 就是我旁边的这一个 立灯 它虽然是立灯 但它又有一个小小的桌面 它不只是一个装饰品 它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家具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沙发 我们这次挑选的是一个小三人的沙发 也是呼应了我们的颜色主题 所以挑了一个深色的绿色 大家会觉得说很特别 为什么我们这是把沙发放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为什么选了一个小三人沙发搭配单人椅 而不是选择一个L型的 主要就是希望未来会依照租客的需求 去安排他们想要的家具位置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家具都选择比较小型的 也选择了有滚轮款式的这个茶几 这一次我们也使用了地垫作为装饰 是属于这种浅灰色的地垫 这一款就是NITES最新推出的宠物科技地垫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请出重量级的嘉宾小Q 来啦 我之前就有分享过虽然传统的地毯 可以为空间的氛围加很多分 但通常都有 非常难清洁保养 然后小空间很难运用的问题 这款宠物科技地垫呢 有别于市面上传统大块的地毯 它是单片设计的 那它是做这种小尺寸 40公分乘以40公分 它可以用美工刀切割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的空间 都可以非常灵活运用 如果是传统的地毯 你要清洁的话就非常麻烦 你只能送洗 自己洗的话 不管是洗过晒都很困难 但是这款宠物科技地垫呢 你可以单片拆洗 你不管是洗晒 都非常容易又简单 它的底部有矽胶止滑条 可以固定住地垫不为你 也不用担心说铺歪了怎么办 可以无限次的重复铺贴 是NITES专门为 宠物家庭设计的地垫 台湾有不少老屋呢 是铺设瓷砖地板 那现在呢 也越来越多人会选择木地板 如果你们家也有毛小孩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垫非常适合你们家 像年轻的猫猫狗狗 它们的活动力就比较强 跳来跳去 这款地垫它抓地力非常够 所以非常繁华 然后又有缓冲的效果 可以减少毛小孩在跑跳的时候受伤 如果你今天家里的猫猫狗狗 是比较老的跟小Q一样的话 那这款地垫也非常适合 因为它有直滑的效果 可以减化它们走路的时候 管节的压力 再来是这个批语有做轻量化的设计 所以你在收纳或清洁都非常轻松 表面有做防泼水的设计 如果毛小孩尿尿在地垫上 或打翻饮料 液体下去会先在毯面形成水珠状 纸巾吸干就可以 盘面还是特殊的编织工法 可以将日常的脏物和猫毛狗毛 等等的阻隔在盘面 不会卡进去里面 用吸尘器或滚轮清洁就非常干净 这款NITES宠物科技地垫 是专门为有宠物的家庭设计的 它不单单只是宠物用品 而是宠物友善地垫 它有七个颜色的设计 家里是比较北欧风格 就可以像我们一样是挑这种 比较浅灰的款式 喜欢比较少女感一点点的 它还有细色跟粉红色 七种颜色都可以很轻松的 融入你们的居家风格 如果你是租屋族 想要做居家改造 或是你想铺地毯 可是又怕地毯很难清洁的话 我很推荐你这款 宠物科技地垫 玄关的部分呢 也有一款特别的灯具 那这款灯具呢是IKEA的 它是一个三头灯 像一般的玄关区域呢 大家可能都会放千灯居度 不过我们这个区域 因为玄关位置比较大 再来是我们有放立镜 所以对于光源的要求比较多元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款三项灯 它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三个灯 都可以自己变换角度跟方向 很符合我们对于灯源的需求 那如果你们家也是这种 比较大的玄关 有放比较多的家具的话 IKEA这款非常适合你 因为客厅我们是没有做天花板的 所以我们使用了轨道灯条 加轨道灯来做灯光的配置 那这次呢使用了12颗轨道灯 灯具轨道我们都使用白色 去做一个简洁明亮的效果 因为它总共有两个回路 所以它的行中是一个 横的日字型 一个控制主要的客厅区 一个就是控制靠近旋关区的地方 我们这次挑到的轨道灯 它是使用灯泡的款式 又考量到未来租客如果 灯泡可能坏掉了 他们还可以自行做更换 客厅到厨房的部分呢 它是没有门的 那我们这边呢选弄的是一个拉门 这也是屋主特别要求的 原本呢设计师提供给屋主的示意图呢 是个白色的款式 但白色五金其实现在比较贵 定制时间又比较长 为了要赶紧出租 所以我们跟屋主协调过后 就改成黑色的款式 那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那我们搭配的玻璃呢 是长红玻璃 那长红玻璃相较于其他的 青玻璃跟物玻璃价格也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样做下来 大概是两万五左右 这一次我们还有把它加一个缓冲五金 因为我们考虑到 厨房跟客厅这个位置是满常走动的 所以在五金方面 我们把它升级成缓冲式的五金 费用大概是三千块左右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露台 跟大家特别介绍这一次 我们选的沙脸 你这样拍得出来吗 它是很有质感的这种干烂绿 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用布脸的 第一个呢是要节省一下预算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工区的隐私性 其实用沙脸就非常的够 我觉得选用纯白色的沙脸 一样是要呼应我们绿色的主体 绿色算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讲比较难搭配的颜色 所以在这个空间 我们是粉色为主 绿色为服 好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走了 超级可爱的 露台改造的部分呢 因为原始的露台状况 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决定维持它深色的色系跟风格 在家具选择上我们也选择用深色的 然后打造出一个温馨的感觉 我们最后呢在IKEA找到的这些户外家具 首先呢先来介绍这一个遮雨棚 这款其实蛮便宜的哦 但我觉得它的效果还不错 但是它的组装 真的不能自己DIY 你一定要请师傅来组 因为师傅自己在组的时候 也是挨挨叫 所以特别提醒给大家 这个灯串啊 IKEA也买得到 我们又挑了两款 一款是像这样子 做主要照明的大灯串 那另外一款呢就是像这样子 做气氛感觉的小灯串 大家在挑选灯光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两个去做搭配 这些小草 大草 这些呢都是人造的植栽 那这一款呢比较特别 它是在虾皮买的 像这样子的小草呢 IKEA的品名是人造花条 设计师选的这一款是有带小花的款式 那IKEA有非常非常多款式 像这样子的户外空间 出租屋选人造的 打造一点点氛围是很OK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户外家具 这几款呢也都是IKEA的 其实现在这个小桌子 跟我坐的椅子是同一款 它呢是实木相思木做成的 然后表面有涂刷一些防水器 所以它比较耐晒 然后有防泼水 然后地毯呢也是IKEA的户外地毯 选择的是这样子米黄跟蓝色的搭配 整体其实都是暖色系居多嘛 所以拿了一个蓝色去做一些对比 材质是棉码的 所以放在户外那种休闲 chill的效果就更加强烈 刚才有讲说桌子跟椅子是同款嘛 那我要怎么把它变成椅子 其实就加它们同系列的椅背 给大家看 那这一个呢就是IKEA卖的椅垫 然后靠背店 选择的是米白色 那大家会想说 因为米白色是不是很难洗 产品资讯里面就有强调 它是可拆洗的 材质也是属于比较抗污型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棕软的椅垫 还有氛围感失足的灯串 晚上在这边聊天的时候 气氛非常非常的好 谁不想拥有一个这么舒适的露台呢 这一次呢非常感谢屋主对我们的信任 让我们挪出了一个房间的预算 去打造这么棒的露台空间 我们希望的不只是把房子租出去 也可以打造出一个不浪费空间 又很漂亮的出租房 这一次呢我们总改造预算是55万 我们这次也会分享我们的家具清单 还有改造清单给各位 只要到资讯栏里面 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 然后输入我也想要55万改造 就会分享给你们咯 租欲除了在双北以外 我们在桃园台中台南也都有服务咯 如果你有出租或装潢 或是社会住宅的需求的话 欢迎多联系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 拜拜